Many Cuban citizens are losing their internet connection Amid large-scale protests across the country's communist regime Local authorities are reportedly shutting down internet service 据网络追踪组组织Netflix公布的监测数据 古巴国营网络供应商Atexa从12号开始 限制了古巴国内社群媒体的使用 包括Facebook、Telegram、WhatsApp、Instagram等平台 美国媒体CNBC驻哈瓦那记者 也表示古巴某些城市的网络服务在12号 被切断 美联社报道古巴的网络被切断 是独裁政权压制意义的常用手段 美国古巴业联邦参议员卢比欧 11号曾在推特上写道 预期古巴政权很快会封锁网络和手机服务 卢比欧再次推文指出 他们使用的是中国制造、销售和安装的系统 来封锁古巴的网络服务 目前古巴唯一一家提供电信网络服务的公司 有三个主要技术供应商 华为TP-Link和中兴通讯 都来自中国 国际非营利组织 战争与和平报道研究所 2020年12月 曾发布报告 质疑有中共军方背景的华为和中兴 协助古巴政府对人民进行网络监控和审查 新唐人也在电视上 瑞珍综合报道